再見 小虎再見吧 小虎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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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和你說聲再見 天哪 多完美的聲音是不停 真正的表情 今晚19點30 樂在旅途第二季第一期 盧州站在央視3 綜藝頻道播出 周深作為飛行嘉賓 有唱歌舞台 蕭夏圖還有大魚 童年合唱舞台 還有那個唱兩個字 就抱音響的那個再見畫面 所以這一期會很好看 是不是有周深的歌 有兩首 小美滿你唱小聲點 聽不到其他的歌 請答花開忘憂 對小美滿 還有第三首 音樂製作人 我們都達完63.3了 三餐四季 來請回答 三餐四季 小美滿 發開忘憂 哇 你剛聽過 剛聽過我們三餐四季 我完全靠他們兩個 一般一般 讓世界充滿愛 讓我擁有真心的面孔 那個什麼 啊啊啊啊啊 這啊啊 難忘今宵 還有一首還有一首 嘿 啊我們這 啊啊啊啊啊 這裡這裡這裡 來 難忘今宵 讓世界充滿愛 孙生第三首 三 二 一 你這碗獲勝 好 我的錯我乾了 好 啊 你的歌 我聽到兩首了 完了給了他們倆打 哈哈哈 我們的音響 周深明文樓咧 同日 韩老師 就我們做的都是很純的音樂 這個節目中周深帶來了他的全新單曲小夏圖 這首歌是由郁卓爾作詞 張超作曲 周深輕盈的聲線 猶如夏日清爽可口的冰犬 肖夏結束 來呀來呀來呀來 來聽心善別一聲 阿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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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武 說聲金鈴聲聲唱著叮鈴鈴鈴鈴鈴 穿著少年有珍惜狂音 風吹起白龍 阿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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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瞬间回到童年 回到那个充满虫名缠叫 萤火虫满天飞舞的夏夜 还有飞银里的中国贵州片 在央视一套20点播出 可以看到周深在节目里蹦苗迪 周深化身胎江的宣传大事 也是一个不能错过的舞台 另外还演唱了同名主旗曲 《飞银里的中国》 歌曲不韵悠然好好听 《飞银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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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责的外谈 原来去贵州录制飞银里的中国前 已经把演唱会设计好了 录制的时候 徐诺把邦苗迪加到演唱会上去 然后在贵阳场的时候实现了诺言 跪下湘场的《我在贵州等你》 真的太嗨了 太好听了 周深也是特别的用心 818晚会 16日又放出一个花絮 周深在现场要感受一下500老师的快乐 直接把话筒递给了观众 话说以后的演唱会 周深不会也直接化身指挥吧 可是你的歌真的太难唱了 而音乐原计划也在16日放出了一段花絮 只是在花絮中 周深竟然化身修理工 多次维修突发暂停状况的车内GoPro 这个一边接受采访一边修理GoPro 也是没谁了 请问节目组给深深结算两份工资了吗 另外一段采访再次提到了大鱼的缘分 第三段采访则完全体现了周深的高情商 当本问到九位首发歌手比较意外 谁来节目时周深回答说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意外呢 我们都不值得这份缘分嘛 压力给到了节目组 而被问到最怕和谁抢同一首歌时 周深说所有人因为很尴尬 总会有人被拒绝 深深情商太高了 最后再为大家梳理一下 这周末的寒深时间 周六晚19点30分乐在旅途 晚20点飞一里的中国贵州篇 周日晚20点818盛点 周深演唱璀璨冒险人 晚21点音乐原计划第一期播出 大家准备好手机平板一起上吧 以后的计划就是继续多多唱歌 好 以后也会有热来热闹的小朋友做老师 终于你也到了我 要听到这句话了吧 以前我见到前辈都是 好像是听你们歌长大的 在贵州演唱会上 布苗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有没有什么家乡特色的美食 安利给大家 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许诺 然后要去实现她的一个感受 之前好像是去村BA的时候 有第一次感受到布苗迪 然后就觉得很嗨 就想是当时就有一种 在梦回演唱会的感觉 但是当时因为演唱会 所有的设计已经设定完了 所以后面刚好在贵阳场的时候 刚好可以加进去 我觉得也会让现场氛围特别好 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 跟人家一起嗨一起打节奏 家乡美食 四娃娃太出名了感觉 都不用介绍了 然后也可以去吃酸汤牛肉火锅 因为贵州非常有名的酸汤鱼 当然还有更有名的贵州毛泰 酸汤牛肉火锅非常值得一时 然后落锅 然后各种烧烤 贵州是一个宝藏的地方 希望大家去多多发掘它 当然是天气最好 因为现在各个地方都在40度 37 8度的时候 贵州可能还在28 29 30 快去 马上去